它坐拥全球,几十处的豪载,有数十辆的豪车,每天啊,只五罐一次讲 你们还记得高考英语作文,还有大学四六级的英语作文,一般写多少个词吗? 是不是一百多个词左右? 而咱们的托福作文,独立写作,动不动就是三百词起 写五六百词的人呢,也待我人在 我见过写的最多的同学,能够在三十分钟的考试时间之内,写到九百多个词 阅读也是一样的,高考阅读一篇文章差不多是三百个词 然后咱们的托福阅读文章呢,一篇是六百五到七百五十个词 那当然四六级的长篇阅读文章,听说呢,词数比较多 不过呢,它的词汇难度和文章内容本身的难度呢,跟托福也不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老外这又长又难的文章,到底都要写一些啥? 我怎么才能更好的去理解它的阅读跟听力的文章 以及我自己怎么去说出,写出能够拿到高分的文章呢? 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呢,要来讨论一个非常专业 但是它非常有用的问题,一个底层逻辑的问题 就这个英语的思维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模型 可以让我们去理解那些地道的文章 说出地道的语言,讲出地道的内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英语思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模型之一 就是抽象变具体的思维模型 那到底什么是抽象变具体化的思维模型呢?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定义 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当我们在讲到一些非常抽象 非常大的东西的时候 别人呢,可能不理解 也可能压根不相信你说的话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一些很抽象的东西 变得比较具体 这样听起来,可信度会非常的高 而且别人也更好地去理解你 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你跟人家说 啊,他,对吧,我的一个朋友 我的一个同学,特别的富有 这个时候人家一听富有,有多富啊 对吧,是完成了一个亿的小目标 还是身价百亿呢,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比较具体的去展现一下 他富有的生活 这样可信度会更高 别人也更好理解他富有的程度 那比如说你可能就跟他说 哎呀,我这个朋友啊,身家过亿 对吧,他坐拥全球几十处的豪宅 有数十辆的豪车 每天啊,吃五罐鱼子浆 冬天的时候呢,他会去瑞士滑雪 夏天的时候呢,他去大西地潜水 春天的时候呢,去日本看云花 秋天的时候,去纽约看展览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非常画面感的描述的方法 就让人家一下就觉得,哇 果然很富有,这确实是我们印象当中富人的生活 所以他就会让你前面讲的那个,哎,我朋友贼富 对吧,我朋友特别的富有 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变得有了可以理解的 有了可信度,而且呢,人家也会觉得,嗯,这个东西很好理解 它富有的程度 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抽象面具体呢 因为呢,不管是听说读写哪个板块 他肯定是希望别人能够理解它 能够相信它的,对不对 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提到了一些,哎,比较抽象 别人不太能够理解,不太能够幸福的东西 那我们就需要通过这种具体的方法 其实呢,这种具体的方法 大家也可以理解成 就是我们要去create a scene 制造一种画面感 通过这种画面感 通过这种storytelling的能力 让人家觉得说,嗯,你讲的东西很靠谱 对不对,就这种感觉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 咱们来了解一下比较常见的几种 我们抽象变具体的方法 这个呢,在阅读,听力,口语,写作当中 都会有所运用 那第一种,最常见的 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把抽象的东西编具体的方法呢 就是找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那接下来呢,我要用托福阅读 跟托福听力里面的两个地方 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托福阅读里面 有这样的两句话 第一句话呢,它讲的是 at least in temporary zones maximum diversity is often found in mid-successional stages not in the climate community 对吧,这里讲到了一个point 这个点呢,就是说在一些温和的一些区域 植物的多样性呢,主要是在它们发展的中段实现的 好,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它讲的说 once a redwood forest matures,for example 大家看这个段语,for example 举例来讲,你看它是不是就把这个redwood forest当成例子 对不对,那当成例子它是要干嘛 它肯定是要针对前面的那一个point来进行说明 因此大家看到,你看它出了这个题 它就说,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5 about redwood forest 甚至你可能都不用太仔细往后面去看 你就知道,这个redwood forest肯定是需要说明前面的一个观点的 对不对,就是在温和的区域怎么能怎么样 所以我们来看看,它的哪一个选项 跟这个温和区域在中段能够实现植物多样性的最大化 是有关系的呢,我们来看看 那么很明显,你把ABCD四个选项看完了之后 就是C选项,它正好就是符合我们前面的那一个观点句的 就说,they are found in temporary zones 甚至即使你不认识这个temporary zones 你不知道它是一些温和气候的区域 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对 就因为它跟前面的这个词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它介绍证明前面的观点 那它肯定是这个例子要符合前面这个观点的核心的内容呢 因此只有C选项要符合的 这是一个托付阅读里面的例子 这个题其实挺难的,很多同学都做错过 然后我们来看看同样的一个托付听律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个学术对话 学生跟老师讨论他们的论文问题 老师讲了一句话 他说 But remember, I will be grading your paper based on the details you include 他说注意哦 我这个给你们评分的时候啊 我主要是看你们包括的细节来给你评分的 And at some point in your paper you'll want to focus on the particular event of the revolution 因为这个学生他在前面说 他要写这个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老师就说 嗯,你最好不要写整个,对吧 世界,而是选择其中的一个小世界 Maybe like the storming of the Bastille prison 这个时候你看听律的时候 你肯定就会听到这个Bastille prison What is that? 这是个啥东西啊 你不需要知道 对不对 在我之前的这个听律的视频里面 也跟大家分享了 你把它一个手字母缩写记下来就好了 比如说写一个B 对吧 Bastille prison 对不对 Prison监狱嘛 或者你写个BP都可以的 通过它来定位 关键是 这个例子是要说明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还是回到前面教授说的那一句话 就是你们写论文啊 一定不要写的太大的主题 对吧 一定要focus在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上 这样你的论文得分才会高 所以它出题肯定也会围绕着这个例子去出题的 对,这个就是大家非常常见的 我给大家举的阅读跟听里两个 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例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举例呢 我们把它叫做列绝式的举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前面讲了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接下来我给它列出来 大概会有哪样的一些很具体的 我可以更好地去证明它 去这个说明它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一本英文的书叫做The Self-Driven Child 就是自取离小孩这本书 它里面讲了一句话 它说呢 讲到关于这样的一个紧张焦虑压力的问题 它说 有一些人的存在啊 就已经让你觉得很紧张 非常的焦虑了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抽象啊 哪些人的存在会让我觉得很紧张呢 于是他举了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 两个板块的一些列举的例子 比如他先讲的是对于成年人来讲 可能是谁呢 你的老板 哎 非常严苛的老板 这个非常追求完美主义的一些伴侣啊 或者有一个很焦虑的同事 好 而对于小孩来讲 他又举了一下例子 比如那种很严格的老师啊 对吧 或者你的一些朋友啊 老师还抱怨的一些朋友啊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对于小孩 对于青少年来讲 就是一种压力的 一种紧张的存在 所以你看 他通过这样的一些列举 老板啊 同事啊 老师啊 通过列举的方法 他没有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不对 他就是在列出来 同样的也可以很好的说明 有一些人 对吧 他不用做什么 他就单单存在在那里 就已经让你觉得压力被整了 那么第三种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能够抽小片具体的方法 就是去做一下 类品 这个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 我会经常的看到 比如说有这样的一句话 stress is catching like an emotional virus 你看压力 是不是在到处传播 就像一种情绪的病毒一样 所以你看他就把压力 比喻成了一种病毒 所以大家就更能够理解 这种压力互相传染的这种感觉 就是类品 第四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假定场景 我前几天在看一个视频采访里面 有一个医生讲了一个假定的场景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讲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他就说哎呀 你这个身体要好 对吧 你得准备 对不对 你想让你的身体去干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身体你要去跑马拉松 对吧 或者是你要这个准备生宝宝 对不对 你的身体都要prepare prepare and prepare 但是prepare这个东西吧 他就特别的抽象 什么叫做好好的去准备呢 于是呢 他就假定了一个场景 他说 就如果你周六要结婚的话 你不可能周五才去买婚纱吧 哎 你看 这个场景是不是很有意思 哦 确实好 不能这么敢去做事情 对不对 我们得提前准备 所以他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场景 他虽然不是你可能真实会经历的一个场景 但是你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能够赞同他的观点 就是要提前去做好准备 那最后一个第五种比较常见的抽象编具体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 经常在一些文章当中会有调查或者实验 前几年大火的这本书 Why We Sleep当中呢 他就提到了 哎 我们一定要有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 那如果睡眠不够呢 是会有很严重的后果的 怎么来证明这个严重的后果呢 他就讲到了一个实验调查 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有一对双胞胎 他们做实验啊 然后因为有不同的sleep hours 他们的实验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那个有充足睡眠的双胞胎 他的一个认知的能力 智力的发育的水平 就明显的要好于另外的一个双胞胎 比如说他们的阅读能力 理解能力 甚至他们更大的词汇量 这都是他的智力更好的一些体现 所以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五种比较常见的 我们从抽象变得比较具体的方法 尤其在咱们的议论文跟说明文当中经常会使用的方法 当然了你们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五种方法有的时候融合起来去使用 比如说我们在假定场景当中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边假定 一边去做一些列举 是不是也可以 对不对 当然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考试的应用了 接下来给他示范一个写作的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独立写作的题目 如果我们想要减少空气污染的话 对于政府来说最好的方法应该就是去提高这些燃油的价格 对吧 比如说煤啊石油啊 对不对 这样一些燃料的价格 好 那有的同学呢他可能就会觉得不同意 对吧 这方法没啥用 这方法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方法对于哪些人可能没用呢 他重点提到了说 对于富有的人来讲 这个方法可能无用 even if this policy is carried out it will not influence the rich 对吧 对富人是没有用的 好 但是你看对于富人没用 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point 是一个很抽象的点 别人并不能够get到 哎 到底怎么没有用了 对吧 富人还会干一些什么事情 来继续地污染的环境呢 于是接下来 你就可以用假定或者列举这样的一些方法 或者当然举例子的方法 举个例典型的代表性的例子都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些细节 你看这里面就有三个列举出来的场景了 比如说富人依然会买高油耗的跑车 对吧 然后呢他们还会24小时开着他们的空调 以及他们可能会非常享受的吧 他们的24小时的横温泳池 你看这三个东西 它可能都是会产生空气污染的 因为他们都会继续地使用fuel嘛 对不对 所以呢有可能你即使提高了这个fuel的价格 那对于有亲人的生活来讲 可能并没有任何的影响 所以对于reduce air pollution来说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你们可以拿一些口语啊 写作的题目来试试 自己能不能把一个抽象的东西 变得比较具体一点 才用我刚刚讲的这五种方法当中的 任意一种或者任意几种都没有问题 今天这一期视频确实比较的专业 难对比较大 我尽量用浅显易懂的方法 也结合我们托福备考的例子 来给大家进行说明 希望呢对于大家的备考 包括你去理解这样的一个 语言表达的方式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体会 我们要知道 其实在学一个语言的时候 你不仅仅是学到了一些单词 发音或之类的 其实也很多时候 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 只有当我们从根源上 理解了这个语言的逻辑 和它的一些基本的原理之后 我们学习起来 其实你才会比较不容易那么迷茫 你才会更有方向感 知道自己应该做一些事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内容啦 如果你觉得对你的备考和英语学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转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